附邦銀行新系統上路之後 問題頻傳 繼一月二十九號爆出系統當機之後 今天也持續傳出 有用戶在分行辦理匯款業務 又遇到系統當機的情況 北富銀則表示 主要是今天早上 北富銀分行端末系統運作緩慢 造成零軌用戶等待時間比較長 網儀ATM等都是正常的運作 並沒有發生當機的狀況